讨论到这边案情真的超展开 我们才知道阿伯的这个收入来源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元好几倍 先请教一下这个瑞德哥 因为刚才在讲到这个有经手前的 其实感妈之前已经有人在分享故事 我记得好像东豪哥 他有说有一些企业家 他们说过去跟阿伯吃饭 那个目的是说因为民众党要成立 听到说材财的每个人一人一百是低销 我不知道这一百的单位是怎么样 一人一百是低销 这些钱呢 他们说就是给一个小男生 他们也不晓得这个是谁 因为他当初也不晓得原来橘子 因为家庭头脏嘛 所以可能大家不太认识 搞错了以为他是男生 所以橘子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可能会稍微忽略到他的角色 但是邱佩玲就不一样 台面上尤其这也是国民党的正二代 政商关系正通人和样样来 他经手的听说也超过上千万 这两个女人的角色 瑞德哥怎么样来看 那么陈东豪所说的那一桌发起人 我也认识 三十几年前我还写过他的新闻 拍过他的照片 那陈东豪跟他更是熟中之熟 总共两拖两次 两次这个餐会的聚会 那如果根据民众党跟少数 一下子绿一下子蓝的名嘴 那么所讲的就是那是时间嘛 所以可能是凌晨一点 为什么 一零零不是凌晨一点见面 凌晨一点 大家整桌全部凌晨一点见面就对了 据我所知啊 那么去的人其他人是凌晨一点见面 但带头大哥啊 着急着急人啊 没有那么小气 他晚一点见面 他晚一点见面就是说 他的行情当然更好了 那个人我们非常认识 所以陈东豪并不是无中生有 不过因为陈东豪现在也被列入 列入这个所谓灵媒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名单里面嘛 你们差不多共同的啦 你们能够坐这档 只是大小灵媒代言人 神明代言人不一样这样而已 大小灵媒 大小灵媒不一样嘛 大家神明不一样嘛 我的座公 我的五父前水 我的妈祖 我的干公 我的干妈就是 台北万雅零三七的观世音菩萨 大灵媒 对 我的重点就在灵 正妙 而且昨天晚上 就梦见我干妈了 然后我的干妈 昨天晚上在梦中告诉我 碰干 现在都说橘子嘛 我说是碰干吗 我说碰干吗 我没有说橘子 没有讲听见 为什么台北地检署 特别发了一个 特别发了一个声明 特别证实啦 橘子已经从这个证人变成被告 而且已经通知了 日本国相关的单位 避免他逃往第三国 根据昨天晚上 我的干妈在梦里面 跟我这个等于说 见面的时候呢 听清楚哦 因为你们说 被台湾变色龙说是 临北也蛮好玩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紧接着来啊 有人想要离开日本到香港 刚刚刚美美所说的进中国不远了 因为如果拿的是台胞证 他进香港以后一定会进中国去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其实早在昨天证实之前 台北地检署就已经通知了包括外交部 外交部也通知了日本 真的速度要快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不快一点的话呢 咻就处理了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注销他的 还没有注销他的中华民国附照 你说能不能注销 当然可以注销啊 问题是他没有大杯跟那种程度啊 他没有这么大杯啦 我说拖杯啦 十大经济药犯对吧 你如果说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重大药犯 那么他没有这么大杯 所以呢我们还没有把他给注销 他的中华民国附照 那么还希望他自己啊 那么能够想清楚 在日本居留期满了以后 时间到了自己回来对吧 回来面对司法公情错 如果你没有犯罪的话 犯罪的是别人的话 那你只是经手者 或者是你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回来说清楚脚明白嘛 所以呢如果碰甘 我账着我说的碰甘 碰甘为日本来加这个胜功了 香港喔 加香港之后 他就可能真的在中国了 你就要去找人 我说拖杯的 你就要去找人 中国拜托的 五千个操作人民币 五千块啊 干嘛买负负责 买负责身份证 大家都知道嘛 这已经不真的 大家都知道这些事实嘛 所以呢事实上 这就是为什么赶快通知 通知了以后呢 因为你会用中华民国 拖杯的 所以呢日本会在 相关的海关里面注记 就注记你可能是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会让你处理吧 你如果要处理 要出境可能只能回台湾来 那么目的在这个地方 那么橘子跟邱佩玲的角色 又不一样 为什么 一个是亲信 一个是负责募款的 募款的 比较不像是亲信 他比较有募款功能 因为之前也有别人 有募款功能啊 但这位在台北看守所里面 这一位 那么他的清白 游戏着民众党的未来 那一位对不对 那一位啊 他有一个特色 因为十几年前 我们都跟他过过招嘛 他有求于你的说 哇他对你多好开玩笑啊 跟你放过上边路 对你外客气的开玩笑 什么亚斯伯格证 送你去问哪里有啊 握手送你 不做什么 有的说一大堆有的 这么好呢 以前就是这样对我的啊 以前就是这样对我的啊 我想坦白的啊 那么但是呢 他一旦手腕大拳 或是你变他的属下 那嘴脸就完全不一样 上对下 马上就这样子嘛 邱佩玲比较像是他的 能够帮他靠企业界的 因为他有企业的 跟这个媒体的关系 他的关系很好 所以对他来讲 说我坦白的 剩余价值跟利用价值 是非常高的 那橘子是他的亲信 心霸 那不一样 心腹会教你做一些事情 像橘子这样的人 是最可怕的 为什么 他撒进去人群里面 各位 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啊 柯文哲第二任市长的时候 要不是这些比较有接触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 后来媒体去调影带 才叫做说 我们早就拍到他了 我们早就拍到他 原来他就是橘子 你知道吗 这才可怕 而现在所有的一切 我记得好像是他们自己 本身的民众党的立委讲的 说什么橘子还是幼子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他的地位 非常的重要 是 你们这些 你们八个立委加起来的地位 都没有他重要 要不然他干嘛不回来 单单这件事情 骂我们是林媒的那一位 这个只会发个大小声 都没罗子 他说黄国昌对吧 就要出来道歉了嘛 他不是说 橘子徐子瑜 他认识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吗 单纯到亡命天涯 马上要被通缉了 不敢回来 奇怪 你们赶快单纯一下 单纯通知他赶快回来嘛 邱佩玲的角色 比较像是 帮他抠很多企业家 大家做回来 一起歐演一下 帮他们今天 那么包括 他今天就讲说 没有啦 他到喊穷妆穷的样子 喊穷的样子 喊穷的样子 那柯文哲是怎么跟大家讲 至少柯文哲的正面目 昨天 昨天那位 黄姓的企业家 他怎么说的 有啦 有啦 有卡丁的来啦 说要选举也有 缺钱 有啦 你说的 你们这些小草 我说真的 你们这些小草 我觉得很可能 我说真的 到现在还有少数的这些小草 还钢铁草草 我每次我直播的时候 都在那边 台湾的选择开文哲 那我就马上跟他讲 土城 土城的选择开文哲 他贪污的选择开文哲 土力的选择开文哲啦 到现在还是有这种人啊 你一个人贪几万块 到选前一天 他还要炸你一个人200块 这种事情你做得出来 我对我太太也不敢这样啊 你知道吗 你只要当自己做得出来 你做得出来 你做得出来这种事情 结果 你已经从财团里面拿到多少钱啊 拿到多少钱 那个USB里面的一色党 那是最近的你知道吗 是 在此之前呢 而且难道只有一夜吗 拜託一下 吴子家的那个代法修行的 早上10点 1000 到现在他们就告过了吗 你敢告吗 我告诉你啦 我认识的朋友 也有那个早上见面 也有下午见面的 我告诉你 我都是说见面啊 很没用的 很没用的啊 既很多人啊 吃饭啊 吃饭都在哪里 国内史没讲错了 在拆掉了 现在已经拆掉了 国宾大饭店嘛 所以有很多地方 对吗 天安京堵到嘛 还有是不是有人看到 柯文哲 跟一大堆人啊 跟中国一大堆的银行啊 航空业的那个总裁总经理 把他拍一张照片 橘子马上拿起来反拍 对 那个人还去找了媒体 拜托啊 我没有什么恶意的干嘛的嘛 那个人就是橘子 他亲密到这种程度 陶珠隐员耶 拜托 你们北海里 我委员倒一下 我就对柯文哲去陶珠隐员 橘子有去耶 他妈都没带他带橘子 所以你就知道 橘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这个跟他 所以他扮演的非常重要 当然啦 橘子就算不回不出 不回来对吧 起手 同样可以起手 只是说站在检方来讲 多一个更有利的一个证据嘛 然后呢 希望橘子能够提供更有利的 这个更有价值的 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证词嘛 这是检方的一个态度啦 那么 不过呢 也告诉大家啦 等一下马上要裁省庆金 省庆金最重要 殷小薇明天早上 殷小薇没有那么重要 省庆金最重要 省庆金亦裁定延压 那不用什么说了 下个礼拜 柯文哲 李文中 朱雅甫 就延压定了 还有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只能压两个月 压人取共一天都不可以 什么压两个月 压人取共 两个月的压人取共 四个月是压人取共 莫名其妙嘛 所以呢 黃國昌完全没有逻辑 完全胡说八道 这些人 欸 那时候传出来说 柯文哲如果蓝白河的话 要让这些人做法务部长 就怕死人 好你知道 老天保要台湾万岁 老天保要台湾 就是这样 说到蓝白河 这个宜甄这边要帮我们补充 因为游淑会的部分 他透露 他说 这个去年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的名代 不知道宜甄这边 有没有 有没有蓝营的企业家 跟你抱怨 不是都说要赢 钱都给人 柯文哲 你如果真的有给人收钱 你不就要赢 怎么最后 也不了了之 所以现在回推回来 就知道蓝白河 都是柯文哲在框我们的 对不对 这个谈那么久 我记得谈了大半年 整个2024的总统选举仿佛 就只剩一件事 一件事情 到底要不要蓝白河 密室会谈已经好几次了 最后也没有谈成 所以你看到柯文哲 现在就是 那时候的确就是 两手的策略 一手我给你谈蓝白河 给很多蓝的企业家希望 就是一旦河 我们就超越40% 我们会重返执政 所以你也要给我一点OM 你不只要给蓝营 你可能要给我们白营 双手下注 比较有希望 但另外一手 柯文哲又跟这个小草要钱 就说没有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那柯文哲心中也很清楚 一旦真的蓝白河 这些企业家 还会给他钱吗 不会啊 所以等于说 他一手骗说 我们蓝白河有希望 那后来又说 我们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财团的钱 也许都收完了之后 就说 哎呀小草 我们这个民众党 要生活下去 所以我继续 第二了 对 所以我们民众党 要继续下去的话 小草要来支援 我们民众党 我们不要蓝白河 哇 所以这个柯文哲 的确厉害啊 一手喊蓝白河 就说 财团我们来OM一下 我们可以重返执政 另外一手就说 民众党 我们一起走出一条路 哇 柯文哲真的很厉害 不过回过头来看这个邱佩玲 其实邱佩玲 我倒觉得 可能是阿伯真的利用了她 因为你企业家要捐款 然后又有这个接触到柯文哲 企业家信任邱佩玲 然后扣过邱佩玲 把这个信任关系去延伸到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邱佩玲心中心 现在可能也觉得 有点闷闷的想说 哎 你现在我的确好 我这样子要来帮忙你 然后你现在又把我这样掀出来 好像变成说 我是什么核心人物 但我就只是热心啊 然后帮忙这样子募款 真正的核心人物是海外的这个橘子 你越不回来 大家就觉得越有鬼 如果说橘子真的清清白白 什么事都没有 像黄国昌一样讲的 我很单纯 然后我不起眼 但是你看到橘子 我们越讲越不单纯 他就是不回来 现在还讲说 可能要逃亡到这个香港 逃到中国大陆 你橘子越不回来 我觉得这个小草 然后这个会越失望 而且民众党这个支持度 据说大概只剩9% 10% 然后现在就来看这个民众党 我觉得他就是在赌说 这个未来起诉啊 序啊等等 我们有没有办法起死回生 但是 我真的要奉劝民众党 橘子越不回来 我觉得民众党 就可能会继续的跌下去 橘子的角色恐怕比这个邱佩玲 还要关键 邱佩玲可怜 感觉我真的很衰 我为这个民众党 尽心尽力耶 听说民众党 连这个粉丝专业 有点问题 邱佩玲都会特别去叮嚀 啊 乖乖 怎么样 真的是非常上心 结果呢 这个周刊出来 听说民众党里面有人 让贵妇的贵妇 都敢形容说 是什么农庄艳魔的贵妇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邱佩玲现在一定感到很危险的 那不过今天好像其实记者有去直解啊 因为邱佩玲好像连续两天 都跟基隆市政府请假 都没去上班啊 等一下回来这个十七姐贵妇这一题 我们等一下好好来分析